危机岁月 单单从政治层面上看 14世纪上半叶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灾难发生 但是这段时间里的自然灾害却非常恐怖 1315年爆发的大面积饥荒持续了三年之久 20年后 南德意志地区的古物被不计其数的蝗虫吞入腹中 各地还相继爆发了几次大地震 在所有的灾难中 最可怕的一次是1351年爆发的瘟疫 瘟疫 德意志各地流行开来的疾病 夺走了大约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 接种而至的这些饥荒和瘟疫 使德意志人口总数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出现增长 至于恢复既往的水平 更是要在16世纪才有可能 世人把这些灾难看作是来自上天的惩罚 为救取赎罪之徒 纷纷纷纷陷入了宗教上的歇斯底里 德意志各地相继成立了许多奇异的宗教团体 犹太人则遭到了极其残暴的谋杀 有一种传闻广泛的流传 犹太人在井里下毒 导致了黑死病的爆发 至于漫无遍野的蝗虫 则被视为来自上帝的陈楚 原由则是犹太人的亵渎之举 虽然教会并不赞成苦修做法 仍有大批的苦修者列队行经城镇 当众忏悔自己的过犯 犹太人遭受谋杀的真正原因 往往是因为他们很有钱 1349年 发生在纽伦堡的560个犹太人 被大火烧死的大屠杀就是一例 大量人口抛弃乡村 涌进了城镇 使很多的村庄被废弃 大片的农田被抛荒 人口的急剧减少 意味着农产品价格 以及租金赋税的下降 导致贵族及其他地主的收入急剧减少 为了缓解这一困境 许多贵族转而效命于 势力更加强大的领主和诸侯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城镇中的工资水平却大幅度的上升 赚取工资者的黄金时代 由此得以展开 城镇可以建造 粮仓屯级廉价的农产品 从而避免饥荒 而在农村 当收成减少时 人们则不得不忍饥挨饿 大多数人都把接纵而至的灾难 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 而也有一些有识之事揭露了真相 这种迁怒 只不过是债务人从肉体上消灭债权人的借口罢了 许多教士宣称 瘟疫是上帝对犯下罪孽的基督徒施以惩罚 但是也有人指出自然界的灾难或许是出于自然界的原因 查理士四世 要想有效的实行统治 面临着极其严峻的困难 波西米亚的领祖们担心强势国王的出现 因此激烈的予以抵制 哪怕是竞争对手 路德维希去世后 查理四世也难以形成一位无可争议的国王 反对派的选侯提出 应由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 也就是科雷西之战中的胜利者 接替鲁德维希成为德意志国王 面对不利的局面 查理谨慎地采取了因应的支撤 一方面争取到了一系列重要城市的支持 另一方面与爱德华进行了谈判 事实上爱德华对德意志的王冠 并没有多少兴趣 查理四世在德意志的地位 既然已经得到了巩固 令他可以在波西米亚度过了此后的几个年头 布拉格祖教辖区1344年 从美英兹大主教区独立出来 成为单独的大主教区 1348年 布拉格大学成立 这是德意志帝国境内的第一所大学 从此 德意志的学者便无需前往法国和意大利了 查理四世建造了横跨福尔多瓦河的 气势宏伟的查理大桥 重建了大教堂 以及其他许多的教堂 这一切都成为布拉格这座首都在整个帝国中显要地位的象征 他还把许多领地并入波西米亚 包括鲁萨西亚和西里西亚 摩拉维亚 奥尔姆斯祖教区 特罗波奥 以及上帕拉丁的大部分地区 由此 波西米亚的幅员一直延伸到 抵近重要金融中心纽伦堡 埃尔兰根也成为波西米亚的一个城市 从此 查理在德伊治和波西米亚都建立了稳固的统治地区 要求其带上皇帝桂冠的呼声也时时的响起了 1355年4月 他前往罗马加冕为帝 但是 仅在罗马逗留了一天 便返回了德伊治 就其原因 在于他在政治上极其高明 避免卷入意大利的政治 或与教皇发生冲突 返回途中 他除了从帝国城市收取穗金之外 几乎马不停蹄 罗马之行终于使查理四世成为无可争辩的皇帝 而他的势力 在此和他的财力也得到了大大的增强 1356年的纽伦堡诸侯大会 讨论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 其中之一是国王的推选问题 大会同意 有权推选国王的诸侯应该包括 美银兹 特里尔和科隆三位大主教 以及波西米亚国王 帕拉丁选侯 萨克森公爵 波兰登堡 伯爵领主 没有人提及教皇对推选结果的认可权 这些异项 在梅兹举行的第二次大会上获得了通过 作为班刑 惊喜造书 之所以称作惊喜造书 盖音 文本是由惊印 而不是蜡印 戳盖的 喜是玉喜的喜 查理斯是1378年去世时 为继任者打造了坚固的基础 但是他的儿子文塞斯拉斯继位之后 却把一切弄得一团糟 文塞斯拉斯律事不周 深信急躁而惨暴 很快便遭到了波西米亚贵族和教会的反抗 他下令捉拿布拉格代理大主教约翰 内波木克 严刑拷打后 扔进了福尔多瓦河 布拉格市民 虽发动了起义 在南德一制 也有许多的城市爆发了反抗贵族的暴动 文塞斯拉斯无法从其弟弟 西格蒙德那里得到任何支援 西格蒙德虽然登上了匈牙利王位 但是他的统治地位极其脆弱 1396年 西格蒙德率领军队 进行十字军东征遭到了惨败 几乎损失了全部军队 他本人也差点上命 1400年 莱茵地区选侯们 罢处了文塞斯拉斯 这位国王甚至未能做任何抗争 他的力量之虚弱 由此得到了最后一次验证 这位国王甚至未能做任何抗争